大家好,我是在韩国班转的文大志 今天我要挑战用一万块钱 在韩国GS25便利店里买东西 看看都能买到什么吧 韩国的提款机有一个优点 就是先把卡再取钱 这样就防止你把卡落在里面 GS25我来了 先来看看外面冰柜里的冰淇淋吧 他们在搞活动 很多买二赠亿的 夏天怎么能少了冰淇淋呢 GS25是韩国本土的便利店 还是很方便的24小时营业 虽然不比大型超市旅的种类多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能够满足日常所需 这里有微波炉和热水 还可以在这用餐 还会不定期搞买一赠亿 或者买二赠亿的活动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哇塞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要不要买点饭呢 这个买一赠亿很便宜 拿下 居然还有卖红酒和洋酒的 这里是快乐肥宅区 我在选购的时候 一边计算着钱 一边提着篮子一边拍 然后那个店员就问我 你是从外地来的吗 看你从刚进来就一直在拍 你是从哪来的呀 给我问的好尴尬呀 于是我就实话实说了 说我在拍一个挑战类的视频 希望不会被他当成精神病了 刚好一万块钱 回家了回家了 现在到家了看看我哪里 一万块钱都买了些什么 那我是在电视店买了八个东西 一共花了刚好一万块钱 就是人民币差不多六十块钱 我上次拍那个买菜的视频 很多人跟我说 现在韩国的物价 和国内的物价 已经差不多了 但我还是觉得韩国 好像比较多一点 不管怎么样 这期的挑战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之前不是说 每个视频最后 会加一个韩语小课堂 但是我感觉大家好像 对这个每个视频 一句韩语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还是不做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其他想看的挑战类呀 或者是其他对韩国 好奇的视频 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看我今天为了做这个挑战 可以去银行取钱这么辛苦 可以给我点赞加关注吗 算了吧 你们觉得好看 想点就点吧 我不强求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